第五名西安大略大学的学生周末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后,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卫生官员宣布爆发社区疫情。 彼得尔塞克斯伦敦卫生局表示,所有学生都住在该地区,没有参加过大学校园内的课程或其他活动。 然而,卫生部门表示,这些人在市中心的酒吧和餐馆以及邻近住房单元的学生有过多次互动。 该单位表示,任何去过市中心那些酒吧和餐馆的人都应该自我监测潜在的新冠肺炎症状。 该部门补充说,目前正在进行接触者追踪。 彼得尔塞克斯伦敦的卫生官员克里斯·麦奇博士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知道与朋友和聚会重逢的诱惑很大,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播。 这意味着限制社交聚会,坚守我们的社交圈,保持两米的距离。 如果感觉不舒服,就待在家里。 西安大略大学正与伦敦市的新冠病毒评估中心合作,为学生和员工提供一个移动的测试点, 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期间可以使用。 此外,卡尔顿大学表示,该校住处的一名学生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 在周六晚上发给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 该校副校长表示,这名学生正在自我隔离中。 布兰查德说,我们正在与沃泰华公共卫生部门协商, 并正在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我们社区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 这封电子邮件说,沃泰华公共卫生部门将联系密切接触者, 并将对居民区进行深度清理。 布兰查德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孤立的新冠肺炎案例是意料之中的, 我们已经制定了协议,将社区转移的风险降至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住宅只以30%的容量运营, 这凸显了保持高度警觉及遵守有关指引及规程以确保我们安全的重要性, 特别是要戴上口罩,与他人保持两米距离, 在感到不适时将自己隔离,以及经常保持手部卫生。 自周五以来,沃泰华报告了111例的新冠肺炎病例, 其中包括周日的47例。